的确是不折不扣 为了要做农委会跟中央续产会的生意而成立 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 民众党要查的第一案就是超私进口弹争议 因为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披露 超私公司在2022年9月5号才刚登记 9月27号就拿到从日本专案进口的鸡蛋款项 我们的农业部竟然可以在韩复国会 农业部说法一变再变 黄国昌还发现依照农业部提供的续产会 汇款明细 自行加总后超市进口158柜 2540万颗日本鸡蛋 罚票金额为1.87亿元 但农业部回函的公文数据却都不起来 500到600万科技蛋 请问到哪里去 农业部的说法一变再变 一变再变 超市去买这些日本蛋的时候 日本蛋的时候爆发的禽流感 那我们中华续产会跟超市 怎么会去抢 去买一个有禽区禽流感禽区的蛋 而且是价格标高的蛋呢 总统赖庆德依据宪法完成签署并公布法案 敢在暂时处分之前 白银爆料超市疑点重重 我们国会改革刚刚过对不对 国会改革里面是一个稀微陈述 别人的财都能得于超市啊 面对即将登场的视线战 这段不长不短的空窗期 民众党启动查币 国会正场进入延长赛 东森新闻李军夜庭在台北报道 我们下星期见